接下來要教大家裝拉鍊頭的方法 然後要裝拉鍊頭首先你要先知道拉鍊尺的方向 那我們先看金屬的 這個拉鍊尺可以從這邊開始看 這邊上面有個尾端這邊是向上 所以這邊就是向上意思 所以金屬的比較好認 然後接下來我們先再看一下尼龍的 尼龍的比較不好認 但是仔細看還是看得出來 從這邊拉鍊尺 這邊看起來是整個向上的 所以反過來看 像這樣子看 比對一下就知道這樣叫做上下 這樣子朝下 然後這個細齒的就更看不清楚 可是仔細看還是看得出來 這邊 你會感覺這邊 有個U U字的感覺 所以這樣叫做向上 然後這樣看 反過來看就比較明顯 這樣子想一下 所以拉鍊頭的方向就是 就是這樣子往上拉 好 接下來我們把拉鍊頭 朝上放好 然後呢 下面的地方 扒開來 5公分 這樣5公分 然後把拉鍊頭 然後把拉鍊頭 我們到時候會這樣往上裝 然後拉鍊頭呢 就是有兩個洞 這邊是上面 有兩個洞 然後這邊是屁股 所以我們把我剛剛扒開來的5公分的位置 就是把一邊的尺 塞進去一個洞 所以我們大概把它放進來 大概3分之2的位置 不要全部塞慢 大概塞3分之2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3分之2 然後大概覺得它已經對齊了 就把它慢慢的往下壓 從屁股的地方往下壓 往下壓進來 然後如果覺得這樣不好施力 你可以把它放平 放在桌面上 然後再把它這邊這樣壓住 然後拉過來 這樣就裝好了 然後如果覺得說後面 其實拉鍊尺的對齊有點錯位 那沒有關係 就把這邊修掉就好了 然後這就是裝拉鍊頭的方法